都有,但是正式的摇头烟的formula就是MDMA MDMA是什么意思呢? MDMA的意思是Magdalene Diasis Chan Max Amphetamine 这些是一种安非他命加上一种兴奋剂 这里粉红色的摇头烟是在1994年从荷兰走私进来的 一粒要卖到120到160块 它是粉红色的,吃了过后会非常兴奋 摇头烟MDMA就是说Magdalene Diasis是一种 他们叫酒精从那种花草那种药那边找出来的 有些人叫麻黄 Magdalene Diasis就是那种安非他命 这些安非他命还参了其他的一种的药物下去 就比如说参一些那种肚的东西 好像他们说老鼠药,这是肯定有的 为什么要放老鼠药呢? 等一下我解析给你听 所以他们就把它弄成了摇头烟 但这个摇头烟吃了过后呢 他们就开始会很兴奋 马来西亚制作的摇头烟 现在不需要从荷兰之死跑进来 马来西亚都有一些人在制作 因为他们懂它的formular 他们就拿来做了 所以做了有很多 参了一些的不好的化学物的东西里面 吃了很会伤身体 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摇头烟 现在卖到25到40块左右 一粒 这些摇头烟呢 一服务过后呢 会毁害你的身体 当然它会很兴奋 所以这些摇头烟呢 都有共同的一样点 它一吃下去的时候呢 它非常非常苦 要怎么样来服务呢? 有些人来吃 有些人来弄脆 放在那一个有气的水里面 或者在啤酒里面 或者COCACO里面 没有人吃一粒的 大部分是吃半粒 或者四分之一 有一些人拿来吸在壁纸里面 也可以 这摇头烟呢 有一些人拿来吞也可以 但是多数是弄脆它 没有人整粒吞下去的 因为它的肚太厉害了 在1918年的时候呢 马皇这些药物呢 在德国已经拿来 医治精神病的人 如果你没有精神的话呢 你吃这种药物呢 过后你会有产生精神病 这一些的图案 你看见的呢 都是马来西亚本地出产的摇头原 这边有九种 大部分都在马来西亚这一带 经常出现的 所以等你看到有这样子的药丸 或者这样子的标志 在你的家里出现呢 就证明了你的孩子有吃摇头原 如果你看到那个标志有个蝴蝶的 或者有个手呢 叫和平的 这一些吃了过后呢 都是摇头原 大概吃三分之一 或者一半 砸碎的时候呢 或者咬碎它吞下去 你不可以整粒吃的 因为整粒吃它的药物很强 可能你的肚子 跟你的肠都会破洞 但是如果服务过后呢 那个蝴蝶的呢 它就一直要跳舞 一直要飞 飞了不停 大概等飞来飞去 飞8到10个小时 如果你看到有个阴阳呢 或者兔子 兔子是代表playboy的话呢 这一些也是摇头原 不管它什么颜色 都是一样的 吃下去非常非常的苦 比黄连还要苦的 它一吃下去过后呢 大概30分钟到60分钟 突然间它会全身发烧 但是呢 手掌心跟颈上就很忍 一直发冷汗的 这个就是开始 它是的兴奋就来了 这个在香港也很出名 叫K宅 这边本地也有 这个也是可以拿来吃 也可以拿来吸在壁纸里面 那一吃过后的时候呢 他们一听到音乐呢 就非常集中精神 就会在那边很舒服的 听到音乐的时候呢 一定要摇 一定要运动 它不能吃了过后 在那边睡觉 如果吃了过后 在那边睡觉 可能会半身不随 他们一直要运动 一直要摇 一直要流汗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药物 MDMA的药物 要从汗那边流出来 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现在最流行的 在马来西亚这一带呢 就是Lolek 就是那个王帽 这个王帽 一服务下去过后呢 你就整个人做王 你要怎样跳 就怎样跳 我们看到有很多少女呢 她服务了过后呢 他们在跳 一路跳 一路脱衣服 他们要做王 因为她的身体的体温 会非常的高 因为吃了过后呢 她的血压也高 还有呢 她的心跳也快 跳大概120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里面有放老鼠药 老鼠药一吃下去的时候呢 她的兴奋就快来 而且心里面跳了很快 如果跳了不快的话呢 就比如说我们普通人跳70多到80下 你去到disco的时候呢 听到那个音乐 你受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音乐太大声了 如果你跳120下 你听到那个音乐 是非常的舒服 这个你看到 红色的写作WY的 叫做小辣椒 这个是很严重 也很厉害的药物 我们几个月前 看到槟城有一位少女 杀死她的孩子 就服了这种药 因为吃过摇头眼的呢 她用MDMA的那种方式来掺的呢 又加上一些老鼠药的呢 过后会有精神分裂症 那个妇女就是服了好几次 然后就听到声音 说你有孩子 你要顾孩子 怎么样去摇头呢 要不然把你孩子杀掉 她就把她的孩子杀掉了 所以这一些摇头眼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因为服务过后呢 会虽然很兴奋 而且呢 女孩子服务过后呢 会追求性的意念 因为呢 如果她